嗨 今天是唐欣啊 今天老徐不在家 我就在家里嘈咕了一下我们家的仓库 就那个放零食的大柜子 然后我发现我们家真的有好多好多的 好多的芝士的零食啊 把这些芝士物的零食全部拆了 一个人吃我不给老徐吃 最近的老徐要开第二家店了 所以我们视频又会变成都是我一个人 希望大家多多发弹幕多多点赞 然后给我一点点鼓励吧 说实话一个人拍视频真的会比较 寂寞害羞一点 说着我的脸都有点红了 我一定要克服 这两个呢 它一个是黑金芝士脆 就是这个黑色的颜色 虽然这个颜色看上去就不太芝士 对不对 另外一个叫做延烧芝士味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包装了 真的是诱惑 那我们先来吃这个延烧芝士脆吧 比我想象中还多很多 很大喝耶 这饼干很好吃 然后又很脆 有没有吃过那种圆圆的小小的撑筋的那个香葱饼干跟牛奶饼干 它就是那款牛奶饼干的味道 总带了一点点芝士的味道 接着我们来吃的是这个黑金芋 它的包装说实话看上去好像很贵的样子有没有 很像那种烫火烧肉的那种包装 然后上面还有写着黑米黑豆黑麦黑芝麻黑枸杞 桑胜黑末黑枣 有一种配料很多的感觉 哦里面都是黑色的 说实话我真的好像没有看过长这个样子的饼干 那这两款饼干都属于闻起来芝士味非常浓郁 但吃起来没有觉得有这么重的芝士味道 然后这两个相比较的话 黑色这个会有更多那种五股杂粮的那种香味 我要喝个饮料 用可乐来冲淡一下嘴里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很爱喝的 百事可乐的桂花味 飞果 这个觉得很好喝 然后接下去我们来吃第三个饼干 是芝士咸味饼干 它终于提到了咸味 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哦 而且它是比较大片的 然后它长这样 长得很像那个 那个 它长得很像 但是香甜的牛奶味比较重 然后带了一点点芝士的香味 然后吃起来比前面两款确实要咸一点 非常非常蓬松的 不像前面是硬脆硬脆的那种口感 它更蓬松 第四个是海苔脆 它是奶酪夹心哦 哦 这个闻起来也是很重的芝士味 它是这样里面打开来是一片一片的 就是我手上这样薄脆薄脆的海苔 然后它是好薄的两片 海苔的中间是有芝士的夹心 嗯 因为中间有芝士的那种夹心 所以它会让它没有这么脆 你们知道吗 就如果单独是海苔 碰到牙齿一咬马上就散开了 但它的话是有点点嚼劲的 因为毕竟是中间有奶酪 嗯 这个是本期我觉得芝士会最浓郁的 因为它这个中间你别跟它薄薄 但是整片都是奶酪 咬着咬着 那个薄薄的奶酪在你嘴里就会化开来 跟你的口水融为一体的时候 那个奶酪香就出来了 嗯 这个好好吃啊 这个有点像 那个干吃奶酪 整块的 然后滑了一层薄薄的 涂在这个海苔中间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今日最佳 它有让我吃到 我就是想吃到芝士本人的那种感觉 嗯 停不下来 我觉得没有芝士女孩可以 看我去的了得哈 这个我自己最喜欢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 记得关注我们 如果这一期 有你们种草的知识零食的话 可以一二三四 按照排序弹幕告诉我 我就会在弹幕里揪几个人 然后你们想吃哪几款 我就揪人寄给你们 喜欢我们 记得关注我们 喜欢这期视频 给我们选顺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